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 其实现在在都市人上面 都市人上面 我都觉得很多时候都会发生这件事 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只是过限于在女性方面 就是一个急性的阴导炎的症状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女性有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 都挺辛苦的 有时候要找去厕所 又痛了 有时候甚至乎是发烂发热 这些症状都有过来的 所以看袁医生有什么疗剂可以帮助这个病 急性阴导炎 很明显就是我们阴导的黏膜发炎 起因可能因为一种病毒性的感染 或者细菌 或者一种叫滴虫 trichomonon 一种滴虫 或者是那个 mol菌 ease 那些酵菌出现的问题 有时候是因为性行为隐气 或者可能因为冲洗阴导 有些化学东西 或者用那些青虫的化学东西去处理了之后 就令到阴导痛起来 有时候可能有些东西留在子宫的阴导里面 好了 很多时候 有些年纪大的人 就是根性期之后 身体的刺激素的水平慢慢下降 就出现一种 叫做atrophic vaginitis 就是一种 退化性 慢慢干沽 那些阴导的黏膜 慢慢是比较薄弱 这种通常是跟 那个 根性期之后的 荷尔蒙降低有关的 好了 症状方面 通常就是 主要的症状 就是阴导有些分泌 就是比较多了的分泌 这些分泌是比较稀 或者稀都有可能 也有些有味 也有些很臭味 也有的 有些是没什么味道的 也有时候看到 阴导那里 就会有红了 或者会痕 有种肿胀 当然 本身阴体 外面 都可能会痛 痛的程度 都是会因人而异的 嗯 好了 那有些什么 严重一点的后遗症呢 通常呢 在我们都会 医生都会看看 到底你的那个 因导然的起因是哪里 会做过一些 culture 这些去找一找的 看看会不会 可能会不会 因为是临病 癌症 或者可能一种的 其他的 chamedia 或者是那个 那些都可能会导致的 那也都 因为这些是一个 公众卫生的 需要的资料来的 那要发现了之后呢 通常都要情报上去的 是 那这些 那这些 那这样的症状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没有什么 就是这些 这些所说的感染呢 有的时候 没有什么足够症状 嗯 所以很多人呢 这些女性呢 可能完全都不知道的 那导致呢 那导致呢 后期呢 就出现那些 不孕这些问题的了 好了 那怎么处理呢 第一 看清楚一点 到底她那个 阴道啊 阴唇啊 表面那里呢 有些什么 異常的 的 的 那看看 如果有没有颜色的 改变啦 有没有肿脏啊 还有没有 爆了些疹症出来 那 尤其是性病那方面 就是要看到那些 阴唇的那些 有些疹爆出来的 那看看那个 分泌物是怎么样 OK 那也都听下 那个病人的 主数啦 那如果病人跟她说呢 我那个症状呢 是痕得很厉害的 就是我从来 一生都没试过那么痕的 那你会想到 这个尿剂呢 就是Calladium了 蔓延青 Calladium蔓延青 这个疗剂 是痕得很厉害的 那如果那个病人 告诉你呢 我的症状呢 是消热的 都很厉害的 而且呢 尤其是流出来的 那些分泌物呢 令到我那个 拿到我很不舒服的 那这个症状呢 是什么疗剂呢 是Criosotum Criosotum 是一种杂分油 一种Criosotum 一种化学油 来的 杂分油 Criosotum 这个疗剂了 那如果还有呢 发现呢 那个病人说呢 其实我平时呢 在经期来呢 整天都有一些这样的 口口稠稠 好像Galene 质素那些 这样的分泌物呢 那通常呢 在经期期间呢 我很多时候呢 会有一种情绪的影响 来到很容易哭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白头翁 Pulsatela 白头翁 好了 如果那个病人告诉你呢 我的分泌物呢 是好像鱼腥 臭鱼腥味的 那这个疗剂呢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Sanicula S-A-N-I-C-U-L-A Sanicula 是一种矿泉水 是 在纽约某个地方的矿泉水 做出来的这个疗剂 就叫Sanicula 好了 那如果那个症状说出来呢 就说呢 我呢 就像我生了十分之后呢 我就经常呢 有这些念珠菌的感染了 那搞到我呢 对性欲性呢 完全没有了兴趣 那这个 这种这样的说法呢 你会想到的疗剂呢 就是sepia 对了 那个蜜如失落 OK 好了 那通常呢 就是你听病人怎么说呢 他 他 他怎么形容他的症状呢 那 当然要去问一下 问一下 那个 这个 这个阴导人什么时候开始呢 还有呢 是有什么情况之后会出现呢 那你感觉是怎么样呢 还有什么主要的症状呢 还有什么症状呢 是有什么情况会令人会差一点 或者好一点的 还有呢 还有这个阴导人呢 和性活动 性行为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这样 那就看一下他精神和情绪的改变 还有呢 他有什么 在那种情况呢 会不会特别呢 是学吃某些食物 学吃某些什么的饮品的 那好了 在指引方面 简单的指引呢 就是呢 当你发现那个阴导人呢 是症得很厉害 尤其在怀孕期间呢 想过疗剂呢 就是caladium 就是蔓延青caladium 那如果发现呢 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些 那些分泌物呢 是很痠的 很痠很痠的呢 那你要想过疗剂呢 就是creosotum 就是杂分油 杂分油 那如果发现呢 那个阴导人之光的时候呢 放出来的 流出来的那个 那个分泌呢 是黄黄绿绿 好像结黏的 厚厚的结结的 那还有那个病者呢 那个女性呢 就经常呢 情绪好情绪化 很容易哭的 很温柔的 好性格 那这种的 这种的阵营呢 通常我们指出的疗剂呢 很大机会是白头翁 Paul Satellar 白头翁 好了 如果他告诉你呢 你发现那个 那个分泌呢 是很鱼声重的 很臭的鱼声味呢 这个疗剂呢 就是Sinicula Sinicula 就是那种抗泉水来的 Sinicula aqua 一个抗泉水来的 那如果这个情况呢 出现在一些 痰痰期的时候出现啦 或者那个病者呢 就可能呢 是没有了性欲啊 还有有便秘 还有很敏症呢 那想到的疗剂呢 就是Sepier Sepier Sepier就是 蜜鱼汁 那通常我们怎么应用呢 如果有三十四个疗剂呢 通常呢 就每四个钟头 吃一次啦 一天吃三四次就可以了 那看看你有没有改善 那我要等多久呢 一般来说呢 在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呢 就应该会有改善的 OK 那如果没有呢 那你知道呢 就要转 可以转转疗剂的了 那这些这样的 印度炎呢 很多时候呢 是一种慢性病 或者经常性复发的病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呢 你就要找一个 就是一个同学疗法的 正式的同学疗法医生呢 让你好好地跟随它了 嗯 OK 那除了用疗剂之外 有没有一些自然医疗的方法呢 可以让听众 如果真的发生这个问题 可以舒缓到先的呢 我相信呢 在市面上 很多健康店都会找到一些 那些抑菌 那些 有时候呢 塞一下 塞一下阴度啊 或者有些人呢 就用那些磐酸 那些磐酸 那呢 就塞一下 即是临睡那时 塞一下 塞一下几晚 看看情况啦 那 那当然啦 你在经期来说 就不适合用这个方法的 那也有些人呢 就会有一些醋 用一些白醋也好 苹果醋 加一些暖碎呢 就是清洗一下阴度 做它几天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直接就用乳酪了 直接用乳酪呢 来做一种 灌 灌阴度的工具 那 那 当然呢 那 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会直接用那些 用那些 用那个加力 用那个蒜头 那当然呢 蒜头呢 是拿的 不要这样放下去啊 通常呢 他就会拿个沙布 这样包住它 这样放下去的 但记住呢 蒜头本身 如果这样放在那个 阴度的暖肉那里 会拿的 所以 都要小心 小心应用的 那但是 有些情况呢 那些人呢 就觉得呢 即是拿到痛痛了 即是一种很损的那种的 拿的感觉呢 我就会用呢 就用那个金盏花 金盏花膏 来塗下去都可以 那也有些人呢 就用维他命C 那些 那些全剂呢 就是塞下去的 有时呢 当你的感觉 那个阴度呢 比较干的时候 那当然呢 也有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用那个 梭打粉 很简单 梭打粉 来到开水 开点暖水 来到冲洗 那些都是一种 就是可以 常用的自然医疗的工具 嗯 那刚才都 初步介绍了 有五只疗剂 麻烦袁医生 不如帮我们再详细一点 就是每一只疗剂的特点 如何用法 那些东西呢 让我们的听众 可以了解多些 是啦 那逐只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拿支笔 记下它啦 那这样 那 那 第一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 蔓延青 Cladium Americum Arum Cladium 蔓延青 Cladium 那这个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那个阴度呢 痕得很交惯 尤其是呢 在怀孕的时候 很多时候 女性呢 在怀孕那段时间呢 她会觉得阴度特别痕的 那这个疗剂呢 就Cladium了 那也都有时候呢 就看到呢 那个阴唇啊 那个阴体呢 都是比较干的 OK 那也都有时候呢 就发现呢 除了阴度痕呢 那个阴体啊 阴唇那里呢 都有一种 有种消逆的感觉 那么 起阴可能是因为 因为性行为关系 也都可能是 吃烟有关的 有些人吃烟特别多呢 那有出炼的症状呢 那就可以想到 蔓延青 Cladium 这个疗剂了 好了 第二种疗剂就是 Kreosotum K-R-E-O-S-O-T-U-M Kreosotum 是一种 杂氛油 来的 一种抗物油 来的 那通常那个 那个阵营呢 就发现呢 分泌呢 就是黄的 我这种黄麸 준 也病滿的 那个疗剂 病便露兔的 rar tea 轻易的感觉 而那种黏膜呢 分泌 equation 啊 寒涕的 那种医癌ник 这种,事情很细弱呢 Pepper 越咬越痕,越咬越发炎 这种症状很多时候在怀孕期间 或者旌旗来之前是特别厉害的 这个疗剂是Creosotum,杂昏油 第三个疗剂是Pulsatela白头翁,它叫Winflower 通常白头翁的阴道炎的分泌物是比较稠的 但不刺激的,黄黄绿绿的分泌物 通常病者是喜欢温暖的地方 喜欢打开的窗门,或者户外的新鲜空气 病人的情绪化,很容易很痴身,很痴人,一人陪 病的时候特别疼,特别私人,很容易哭泣 记住,它流出来的分泌通常是不黏 但稠稠的,奶色的黏色,这样的 个人比方说,就不太口渴 平时喜欢吃牛油,冰淇淋,或者比较是 一种咸咸味的,咸咸类的食物 好了,第三种疗剂就是Synicula Synicula就是一种抗泉,一个抗泉水 在美国某一个地方,某个湖里面的抗泉水 叫Synicula 通常主要的阵营就是分泌出来的食物 是很鱼腥的,好像咸鱼那些,咸水的鱼腥味 身体,整个人的身体,那些体味 都好像陈旧的芝士那些 病人本身也喜欢吃咸的食物,喜欢吃Bacon 或者冬的鲜奶,那些烟肉,这类的Bacon 最后这个疗剂就是Sypia Sypia Cuttlefish ink,就是蜜鱼汁 通常在Sypia蜜鱼汁的阵营 分泌物会令到气管部位 就比较損,轻,痕,这样 分泌通常是白或者黄 也可能是散散的,或者可能是一块块的 或者甚至乎有带些血的,通常 那个问题是出现,就是因为 荷尔蒙的不平衡,那人本身 就会觉得情绪低落,很闷,很呛,很不开心 很敏诊,也都容易哭,但情绪是一种敏诊 比较多的,那蜜鱼汁的身体 你其他症状的分泌,通常日间会多分泌 但夜间就没有分泌的,也都是因为 症状期,导致那个阴度比较干的,那 这种干的那种感觉,你对它走路的时候 都有一些不舒服的,那蜜鱼汁的人 通常都不喜欢,就是对感情的伴侣方面的 要求很少,对于性,性药比较低的 症状呢,症状呢,通常是 经期来说是比较差,但它本身呢 蜜如塞不仁呢,通常那些人 是很喜欢运动,剧烈运动 他会觉得很舒服,会特别爽的 蜜如塞不仁呢,也都很喜欢吃酸的东西 酥啊,或者甜的东西 但肥腊就一样了 好啊,袁先生也帮我们介绍了几种疗剂 关于这个急性阴导的处理方法 急性阴导盐的处理方法 那希望大家呢 都不要有时候看少了这些症状 那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如果处理得不好 经常发生,你自己都不舒服 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家中常避了一些套装疗剂 即时有个问题就可以及早医治 就不需要等到有后遗症才来处理 那些事情 到时就可能就未必会有这么理想的效果 今天分享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